剛才都說到騰訊 都想問一下Will先 其實看回現在是擔心戰線 真的好像Kevin那樣說 進一步蔓延到其他科技股 例如阿里巴巴 上星期五在微股那邊都跌了下來 雖然說我們有貴檢這個因素 說它會染藍 可以令到一眾科技股可以做利好一點 但是會不會這件事是往後呢 我想影響更加深遠 我想絕對有機會是一個比較中長期的影響 但是始終要留意 政治方面其實一般投資者的控制 都相對比較少 甚至知道的情況都比較少 實際上大家可能某程度 都要回歸基本因素 就是政治方面的困擾 基本上一定會繼續在這裏 但是究竟基本因素 會不會有機會有些喜訊出現 所以今個星期剛才Rafia也提過了 業績甚至可能剛才提過 關於染藍的信息 會不會有機會短線 但是有些衝起作用 這個我想是投資者關注 還有始終都要留意 就是科技股 無論是美國也好 香港也好 其實過去幾個星期 或者幾個月 其實都是相對比較擠勇的交易 因為大家都幾乎一面倒看好 會不會去到這一刻 是有機會有個需要投一投的時間 但是即使這樣 我們相信中長線 在疫情過後 經濟仍然相對比較疲弱的情況之下 我們仍然相信科技中長線的概念 但是暫時來看 可能政治方面的爭議 會令到整體出現一個折樣 這個都是大家要留意的 我想追蹤一下 Wil和Rafia如何看這個問題 就是到這一刻為止 其實中資科網股 比在美國上的 那些都是有個Premium 有個估值的日價出來的 打從上星期開始 或者那些制裁 越來越多 或者potential 會有更多的情況下 你覺得那個叫做 估值的那個日價 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縮窄一些 甚至乎level 我想就未必須要level 但是波動是會出現的 但是始終留意 在香港上市的股費 整體內地資金如何看 甚至可能個別 如果參與到的 北水方面的取態都會重要 但是暫時來看 我們都相信 仍然Premium的情況 會遲早 因為暫時大家 我想在香港上市的科技股 和在美國上市的科技股 大家都用兩個不同的 你未必是估值無形 但是整體大家的評價 會有多不同 Wafi 我想有少少的修正 但是你說話未來 去到所謂level 或者完全收集了 我覺得那個機會性 又真的未必那麼高 而且始終說到現在 雖然整個政治層面上看 就有很多不確定 例如你說只是微信這壇 究竟是牽涉到普通的 TV出的對話 那些不給用 還是當中其他的 連微信裡的 通常都不給用 其實現在都不太知道 甚至大家擔心 就好像學著 會牽涉其他科技股 甚至第二回合的 互相的制裁 反制各樣的 會有機會出現 又不知道 很多不確定的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 你說有這個可能 收集的意味在 但是你說是否完全 去到一個level 除非剛才說的事件 真的逐步逐步 叫做所謂 差點說 對現了 去到這麼悲觀的情況 令他們的營利方面的能力 明顯地沒有之前看得這麼樂觀 這樣可能真的會這麼負面 但我想現在又未至於 而且都跟Will這樣說 可能短期受著政治不確定 可能會是 稍為這堆股分股價 可能會反復一些 或者先調整一些 但是中長期來說 當可能接下來 這個政治的事件 慢慢又沒有叫做 越演越烈 又或者不是說 每天都有聽到的話 當冷靜一段時間 可能大家又再對焦 本身的營利能力 或者中長期疫情之後的增長等等 又不會太差 我想短線可能是藉著這些因素 要調一調線 但是整個看法來的方向 未主要先看過悲觀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